这位是 艾美 艾姨 我们见过的 您忘了 上次花枝的婚礼上 我跟您聊过的 想起来了 你女朋友啊 对 是 不是 普通朋友 钥匙 钥匙 好 来了 找我去极有事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我是不忙着呢嘛 我知道你忙 可是再忙 也得注意劳已结合呀 对了 还有那天那事 我没跟你道歉 对不住 那天 哪天 我怎么不记得了 那就好 小林 您叫我小唐就成 长辈们全都这么叫 不不 还是叫小林好 这样正式严肃 是吧 小林 我听夏夏讲 您也是做传媒行业的 是吧 是 具体负责哪一块 我问过夏夏 可是她不愿意说 我是负责广告这一块的 我们公司呢 代理都市报的房地产业务 我负责广告营销 管理层是吧 是基层 就是业务员 爸 夏夏你不要吵 这个做父母的 了解一下情况是很正常的 小林你说是不是 没错 我也是想找个机会 跟叔叔阿姨 好好地汇报一下 汇报什么呀 汇报 你又不是他们的下属 我是你爸爸 在家里边我就是领导 你说汇报什么 爸 你别老搞得 我跟你的私有财产似的 叔叔 实际上我也清楚 以我现在这条件啊 跟夏夏在一块 确实有点 配不上的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两个人确实真心相爱 而且现在也年轻 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思进取的人 我一定会努力的 会给夏夏一个她想要的生活 小林 你可不要误会了 我跟你阿姨 我们不是那种势力的父母 这能看得出来 你们是想让夏夏呢 将来有一个好的生活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小林啊 我听夏夏说 你是生活在农村是吧 是 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 爸 别搞得跟查户口的事就行吗 夏夏你不要吵吧 这我连 这个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 我还当什么父亲 不要吵 叔叔 我家里边呢还有一个母亲 我父亲啊 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还有一个大姐已经结婚了 还有一个小妹至今未婚 那你结婚以后 你妈妈怎么办呢 我打算把我母亲从农村接过来 我妈妈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我想让她在城里面安度办 夏夏夏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农村的生活方式 和城市里面的风波方式 是 格格不入的呀 我觉着 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别问了 吃饭 吃饭了 菜都凉了 好好好 喂 妈 你在家吗 我在外面呢 完了 我把自己锁外头了 现在进不了门了 那我把钥匙给你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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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还是我来拿吧 我在咖啡传奇的二楼 你直接上来就好 怎么了 阿姨没有钥匙进不去屋了 对 怕自己锁外边了 要不 我陪你给阿姨送钥匙去吧 不用了 反正离得近 她顺道上来拿一下就好了 好 好 年轻人赚钱不容易 以后就少在外面吃饭 尤其像这种地方 一桌饭材那么贵 还什么没吃到 爸 你说什么呢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吃到啊 人家小唐 专门选的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环境好 菜又好 要是去便宜的地方 你到时候又说人家不重视你们 你爸爸妈妈是这种人吗 有什么没吃到的 能不能给人留点骗子 导演 要不要我们送送里面 不用了吧 我们自己打车 反正也不着急 那早点回家 我有话跟你说 你先反省反省 你自己今天说的话吧 还这么跟你说话 你先走了 阿姨再见 看来这岳父大人不太喜欢我呀 我回去会好好教育他的 我看还是算了 你爸也是为你好 要不这样吧 明天直接去我家 跟我爸妈说咱俩要结婚的事 你这么着急啊 干嘛呀 不是 我觉得明天去不太合适 你今天刚见完面明天就去 你今天刚见完面明天就去 这老人家会觉得有点仓促 这事呢得缓冲一下 走 喂 老师大 这么吵不出来 阿姨好 这位是 艾美 阿姨我们见过的您忘了 上次花枝的婚礼上 我跟您聊过的 想起来了 你女朋友啊 对 是 不是 普通朋友 钥匙钥匙 你一定会这样的医生 帮助我 你她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你会这么多的 我听说 我看不出来 你呢 我看不出来 真的 我觉得林小棠 还是蛮不错的嘛 干吗对着家 那么不满意了 她哪里不错了 家是农村的不讲 还是个业务员 我真不晓得 夏夏的眼光是怎么了 选择了半天 怎么选择了这么一个人 你就别挑剔了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夏夏感情上是事情吗 咱们不参谎 再说了 你也知道的 以她的性格 她认定的事情 你能管得了吗 不管就出事情了 咬她哭得上 跟我姐有什么用啊 孩子大了 就给她留点空间吧 我倒是觉得 这孩子还是蛮不错的 蛮有上进心的 上进心 她有什么上进心啊 毕业都三年了 还是个业务员 我在她那个年纪的时候 她醒了 醒了 要说你英雄理事 一会儿你帮我多吃点啊 爸 你这样的也不吃点 爸 你这样的也不吃点 爸 你那只眼太长了 什么也干不了 老公 你这样好 来 叫爸妈准备吃饭 爸 爸 吃饭了 吃饭了 妈 吃饭吗 老杜啊 你这都退休了 每天还有算不完的账 你烦不烦哪 不算行啊 这日子不得精打细算呢 吃饭吃饭 再这么下去啊 连饭都吃不上了 你说你这账啊 没有一天能对上的 你瞅瞅 这三号差了五毛 四号差了三毛二 五号又差了三毛 还有这芹菜啊 你看看 三天三个价 怎么只往上涨不往下降啊 你妈 你整天算算算算算算算 就差那几毛钱 不正常吗 再说了 我老公还能贪污你呢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妈是这个意思吗 妈说棚里贪污了 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要学会精打细算 日子打从细处来 那一块钱不是一分一分 攒起来的 你知道现在一个两句 是多少钱吗 旁里她是做房地产的 她知道 她能不懂这个道理吗 就靠你们这点工资 大手大脚的 你们什么时候 才能付个首付 行了 行了 先吃饭吧 吃完来就算 还管我 一到关键时候 你就和我稀泥 这以后日子 你不替孩子们规划好了 那等以后咱们老了 无依无告谁管咱们呢 家里的事你就一点都不操心吧 做甩手掌柜的 你呀你呀 你真是更年期了 谁都不敢跟你说话 好赖话你都不听 什么叫好赖话不听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 这 想想 爸爸来跟你谈谈 谈什么呀 谈谈你男朋友 你要是反对的话 我觉得就不用再谈了 爸爸这样做可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爸爸 你从小就给我 关书自由恋爱的概念 因为你特别讨厌外公外婆 阻碍你跟妈妈谈恋爱 对不对 怎么到了我这就变专正了呢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孩子太复杂 事实证明 你妈妈选择我是正确的 那你怎么知道 我的选择就是错误了 爸爸看人的眼光还不如你 我不管 反正我已经认定了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 爸 行了啊 礼拜六 我约了林小棠来家里吃饭 你好歹是一高知 好歹是拿国家津贴的 一定要保持你的风度 你鬼名戏撬了你啊 淡定淡定 风度风度 笑容笑容 你这就是 有意思 你这么快 你这么快 你怎么差不多 你这么快 有得 我 我 你怎么 我 义 他 他 你 你 是 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淡定 淡定 丑女婿总是要见丈母娘的 走 爸 妈 小南来了 阿姨 阿姨 你好 您好 叔叔 第一次来给您买了一些红薯品 给叔叔呢买了一些红薯品 这么客气干什么 年轻型的赚钱不容易 干嘛要来花钱 来来来 快里边坐吧 走 里边坐吧 阿姨 您做饭呢 我帮您 不用不用不用的 阿姨 就把这些菜洗了是吧 不用帮忙了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您自己来什么呀 您不知道 我呀 就愿意在厨房里待着 这做饭是我强项 咱夏夏真的是不气了 我跟你讲 今天她进门时课 我给你留面子 但是你们俩交往的事情 我是要保留意见的 你们要是非交往不可的话 那也得拉门进度 再考察两三年再说 两三年 爸 我觉得你有点人格分裂 我从上大学开始 你就天天看着我不让我谈恋爱 我工作了以后 你也总是看着我 生怕我跟哪个男人给跑了 你看着我就看着我吧 那你还时不时地老说我 岁数挺大了啊 差不多该嫁了啊 赶紧找个人结婚生孩子吧 要不然以后成了大林产妇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吗 我都搞不懂你了 不要这么摇摆行不行啊 你要是找一个爸也满意的 你明天结婚我也答应 我结婚还是你结婚啊 不管谁结婚 反正他不行 不行你知道吧 什么叫不行你知道吧 凭什么就不行啊 那哪不行了啊 我告诉你 你还别不服 时间会证明你是错的 阿姨今天真是麻烦您了 还让您下厨做了这么多菜 应该的应该的 别客气 来的都是客了 叔叔阿姨 我今天来呢还有一个请求 说吧 我跟吕夏呢也认识一段时间了 我们两个人现在彼此了解 而且也真心相爱 我恳求你们能够把女儿嫁给我 这不急不急的 你们两个还年轻 交往的时间又不长 和我们家长才第二次见面吧 就谈婚论嫁了 太仓促了吧 妈 爸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想嫁给他 吕夏 你是不是觉得结婚就跟过家家一样 他的真实情况你了解吗 他的感情经历你了解吗 他们家有什么人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我去过他家 而且 我是小唐的第一个女朋友 小唐也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哎 花枝和庞莉 跟他都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他们可以作证的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